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鸣 第二十一集 别逼我杀你 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迷茫 他与生低沉 鸣王聪明绝顶 难保没有起任何疑心 高灵诺眼中闪过一抹阴沉的光芒 笑得高深莫测 就算他再聪明 又怎么能够想到被世人奉若神明的大祭司 竟然会在天之境上做手脚 大祭司沉默下去 许久不曾再说什么 看着他线条俊美的侧脸 高灵诺又是淡淡的一笑 若非一年之内 天之境只能帮同一个人占卜一次姻缘 朕倒真想知道 宁王的真命天子究竟是谁 自然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不久的将来 他便有机会看到了天之境上映出的 蓝叶云真正的命中良人 而那个名字 是他死也想不到的 大祭司依然没有开口 只是抬头远望着西北方 那座高耸入云的萨罗白塔 眼中始终闪烁着隐隐的担忧 真的是你吗 可为何你的命盘心格如此奇特 竟连我都无法完全看透 但愿 我不曾看错 玉花园外 蓝叶云居然还在等候 静远侯 你先走一步 他的语气很冷 但至少还算客气 只不过蓝叶云与你说话 是不存在商量这回事的 唯一的准则 就是他吩咐 你照做 颇有些担忧地看了看楚寒征 楚玉琪率其余人向前走去 抚了抚眉心 楚寒征一声苦笑 先说好 我绝对不曾买通大祭司 还用你说 蓝叶云与生冰冷 却并无责怪之意 莫说是你 连我都没可能买通他作假 楚寒征眼眸微闪 透出一抹睿智的光芒 但当公主质疑大祭司的占卜结果 并说他作假时 皇上的反应未免太大了些 好像被踩中了痛楚一样 蓝叶云神色不动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可能真的有人作假 楚寒征眼中的睿智 换作了脚侠 只不过这个作假的人不是我 而有可能是 看他一眼 蓝叶云微微冷笑 没事 没事别那么聪明 容易短命 楚寒征眨眨眼 宁王比我聪明得多 早一想到这一点 怎的不怕短命 蓝叶云依然冷笑 我有说过不怕吗 楚寒征似笑非笑 对他的冷酷竟然丝毫不拒 那你又没事那么聪明 蓝叶云被掖得不轻 抬手抚了抚眉心 一时无语 苍莫那个乐 嘴角都咧到了后脑勺 却又因为不敢笑出声 而勉强隐忍 辛苦得不得了 放下手 蓝叶云迁怒一般冷声开口 苍莫 啊 苍莫吓了一跳 忙用力将嘴角扯回原位 那个主子 你有什么吩咐啊 没有 蓝叶云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转头看向楚寒征时 依然冷如冰雪 这么回事 你怎么看 楚寒征眉头微皱 不能改变吗 黄命难为 蓝叶云衣袖一服 说不出的风姿绝世 怎么 你介意我心里有别的女人 阿易连之事 对整个乌玛帝国而言 并不是秘密 楚寒征摇头 笑得云淡风轻 唉 或许全天下都相信了你的故事 但请恕我直言 你根本不懂情爱 那个女子 也从未走进过你的心里 至少目前为止 你根本不曾为任何女子 动心动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个故事 应该是你刻意编造出来的 用这样的障眼法 来达到某种目的 一股冰冷凛冽的杀气 骤然扑面而来 竟硬生生地将她后面的话 逼了回去 雪白的衣袖 无风自动 蓝叶云双眸如刀 别逼我杀你 你不会的 否则早就动手了 楚寒征神情不变 不过你如此杀气腾腾 是否说明 我摸到了真相 并不逃避 蓝叶云冷锐的目光 她的眼睛 如山泉般清澈透明 闪烁着水样的光泽 或许正是因为这双眼睛 蓝叶云烈烈飞舞的衣袖 轻轻垂落下来 眸中的杀气 也渐渐隐没 我猜你现在两手冷汗 楚寒征一正 摊开的掌心一片水渍 猜对了 刚才的一瞬间 她几乎被来自蓝叶云身上的 那种凌厉的杀气 披成碎片 尸骨无存 不尿裤子算不错了 两手冷汗 算什么 眼中竟似乎 有一抹隐隐的笑意 蓝叶云淡然开口 不是不怕死吗 腰杆挺得那么直 楚寒征苦笑 除了死人 没有人是真正不怕死的 但我并不想窥探你的秘密 只是想告诉你 我希望取消这门婚事 只是因为我根本配不上你 而并非介意什么 蓝叶云目光如雪 怎见都配不上 楚寒征叹口气 轻抚着左脸 你是昊月当空 我这区区引火之光 哪有资格与你齐挥啊 我这人或许一无是处 但至少有自知之明啊 蓝叶云纯现一宁 那是天之境占卜的结果 是天意 楚寒征淡淡地笑笑 情之一字问的是心 不是一面镜子 心若不答应 天也勉强不得 何况 那究竟是不是天之境的占卜结果 还有待证明 不过既然圣意难违 不如我们约法三章 蓝叶云不置可否 说来听听 楚寒征略以沉引 互不干涉对方 与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 互不干涉对方要做什么 互不探望对方的隐私 如何 蓝叶云谋中温度骤降 那么肯定我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 楚寒征摇头 恰恰相反 是我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 蓝叶云沉默片刻 击掌为事 两人的手掌互积在了一起 楚寒征刚要告辞 他却突然开口 你从哪里看出我不懂情爱 更不曾为任何人动心动情 眼睛 楚寒征眨了眨眼 一副反正已经得罪你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样子 眼为心之窗 你的眼睛折射出了内心的冷酷 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但是 违情所伤之后的冷酷 和从未动心动情的冷酷是不同的 你恰恰恰属于后者 蓝叶云点了点头 你可以走了 不过记住 没事别那么聪明 真的容易断命 楚寒征眨苦笑 是 受教了 宁王请 宁王身上 恐怕隐藏着不少秘密 而他方才 居然好死不死地 一头撞了上去 果然言多必失 以后还是少说几句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